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1海上巡逻机 20日在日本海进行警戒监视飞行任务时 遭到韩国军舰以或控雷达瞄准 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向韩国正式抗议 要求不得再发声 小编认为此次事件根源 归根结底还是日本的扩张野心一直存在 日本是一个岛 地震多发 自然灾害平凡 资源十分有限 最近几年还传出个日本岛逐渐下沉的新闻 所以与日本有领土争议的国家都很难和谐相处 首先日本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之争一直以来 双方都在围绕这些岛屿进行博弈 但是在强硬的俄罗斯面前 日本基本上每次都占不到任何便宜 甚至最近还多次遭到俄罗斯轰炸击 让日本岛飞行的羞辱 今年很多军事媒体解读为日本在与俄罗斯不懈的斗争过程中 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 普京已经答应归还日本北方四岛其中的两个 关于北方四岛领土归属问题 俄罗斯已经对日本做出重大妥协 果然如此吗 实际上普京的承诺并不是新内容 关于北方四岛问题 日本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归还日本北方四岛其中的两个 早在2004年就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日本方面坚决不同意 不同意的原因不是日本人杀 而是俄罗斯方面的附加条件太过苛刻 日本与韩国的独岛之争 眼看着在俄罗斯面前占不到任何贫义的日本 看 使得其他方向发力 韩国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2012年8月 韩国总统李宁博登上独岛 引起日本抗议 从而使独岛争端升级 和日本主动挑起钓鱼岛争端相比 这次被动的是日本 在此次韩日导女争端中 日本除外交抗议之外 对韩国一点办法也没有 既没法告知免效对方 也不敢太见船飞机 到正义岛屿海域去 为何日本对韩国的态度明显不同 还是美国的态度决定了日本的态度 因为美国不支持日本在韩日岛屿争端中的强硬态度 对美国政府来说 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希望双方和平谈判对话解决争端 美国对争端不吃力吵 美国老大如此表态 日本这个小伙伴三感不听 不听还能跟美国混吗 所以日本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对日本来说 和美国的盟友关系是最重要的 这关系到日本的兴衰成败 甚至生死存亡 对美国的态度 日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有五条件照办 中日钓鱼岛之争党与问齐 主要是钓鱼岛 问齐始务二战结束后 冲绳群岛琉球群岛 日本与甲午战争时期占领 和钓鱼岛由美军控制 原本是计划交由国民政府管辖 但中国内战爆发 蒋介石特首台湾 借务形势未定美方继续占领 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大陆的共产党政府 实行以面倒的亲疏政策 出兵朝鲜 此时 日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作为美军的后勤基地 朝鲜战争后 日本与美国签订就金山条约 将钓鱼岛和琉球群岛 大包交由日文管理 台湾当局和大陆当局 并对钓鱼岛的归属未予已承认 但台湾破误需要美国援助 大陆游户海军实力太弱 在当时都未能收回 此后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 钓鱼岛问题一度被遗忘 直到在钓鱼岛附近发现游戏前 对于韩国 俄罗斯与日本的岛屿之争的过程和结果 中国是否可以从中接近一些好的经验和办法 到日实现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夙愿 欢迎留言点评 感谢您的意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